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把眼睛拉在刚刚的出租车上 本来是想来这一带Elefant Brunch 把泥滴蛋的 但是刚刚进去以后告诉我 brunch只有周末才有 这家店了 我在飞机上就看见过他们家的宣传 你看看 这一家店是Elefant Brunch 那一家店就是Elefant Brunch 然后这一家店就是我想吃的这家店 他们家的那个牛肉汉堡 你们都看见了多么的可怕 好了现在要去观塘广场 因为我的脚架你们也看见了 三天两头的就倒 我的画面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要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之前看其他的Vlogger 他们有推荐过一款既可以立着当脚架 拿起来又可以当手持支架的 被省起一个自拍杆 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我们来去看咯 这里就是观塘广场啦 我看那个Vlogger推荐说的自拍杆 就是在这里买到的 那个自拍杆真的看起来很棒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今天能不能买得到 那么多颜色啊 对啊三个颜色啊 可以变得这么高 比方说你可以吸食穿 因为这个机关子 就是录到最后的时候 连录不到了 你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好幸运哦 一进来就找到这家店了 哈哈 我现在带他回家啦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 里面有一个布袋 是用来装这根自拍杆的 这是普通的画纤质量 看起来应该是有一点点轻微防水功能 可以看见这个盒子里面 他有送一个 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镜头 是给手机配的一个镜头 这也是一个镜头 他们俩应该是一个语言 加上一个微距 这个是可以替换在这个上面 给你的手机用的 这个就是蓝牙连接的遥控器 当你把手机架在那里的话 你可以远程拿这个去拍照 这个就是一个迷你三脚架 有了它自拍杆就瞬间变成三脚架 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 粉色的 像我一般拍摄的时候 是会用佳能的这个相机 那这根自拍杆除了能用来绑相机之外 有一个特别方便的地方 如果你们一开始想做Vlogging的话 其实不用一上来就花钱去买一个相机 但我们身边的手机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特别像是iPhone 7 Plus 包括新出的iPhone 8 摄像功能都是蛮不错的 而且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把它一面抵在这里 然后 瞬间变成一个手机的自拍杆 那我用相机的话 就是把这个上面的手机支架给取下来 会有一个螺丝 你可以看见它这里有一个开关 是控制着上面的这个球头的 那你可以通过调整不同的角度 像比如说平时这样子拿着的时候 就可以让相机是这样子竖起来 那你就会很方便 当然我最看重这个东西的功能 就是因为它可以拉得很长 那下面我们要看一下 当我把它拉得最长的时候 它可不可以承受这个相机的重量 我现在就是 我现在就是在拿这个新的自拍杆 还蛮稳的 那我平时的话 可能不会像现在一样放的这么长 现在是两节的长度 我加上我自己的手可以有这么长 你们觉得这样子蓄力感如何 也可以看见很多的背景 出去的时候可以录到更多的东西 好 现在这个自拍杆就瞬间变成了一个相机简易三脚架 而且它很轻又很稳 不要太喜欢 是不是超好的 我对这个自拍杆已经长草很久了 一直就想买它 现在终于刚好来香港 可以 拔草它 突然觉得我有了这个粉色的姿态干以后 我的Vlog都要冒粉色小泡泡子 如果说你有机会来香港的话 可以去关塘广场买它 它的名字是 拼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